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谈论自焚藏人 他说 藏人自焚给中共带来困扰 这种评论就是两个字 冷漠 但是 你知道吗 2015年在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神保春厅 办的西藏宗教文化展览 是谁点头同意让我们来办展览的 就是柯市长 2016年4月在台北市举办的 世界支持西藏的团体代表组织 来开在台北市开的这个会 这个场地也是柯市长协助安排的 实质上柯市长对西藏有帮忙 在推西藏运动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一位市长他会说出这样的言论 你从这里你可以发现中共的宣传真是到位啊 大家不知不觉都跟着中共的脉络走 说藏人自焚让中共困扰 没错是困扰 但是困扰的点不是生命的问题 困扰的点也不是安全的问题 困扰的点是什么呢 是中共无法粉饰太平 无法 无法 让西藏人自焚的原因 这个真相继续掩盖下去 这是困扰的点 藏人自焚的原因很多 从大的背景来看 原因 那是1959年 50年代到现在 一甲子的苦难和屈辱 西藏人没有忘记 那更远的原因 当然是中国对西藏的侵略 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民族政策 让西藏人无法像其他的中国人一样 做一个公民 没有办法在政治上享有公民的权利 你看西藏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像其他中国人一样申请护照 西藏人搭高铁 要去这里去哪里 都是检查的特别严格 住宿也是要特定的旅馆 这不一样 那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西藏也是人民也是被边缘化 他被剥夺 那西藏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也被中国的经济发展 开采矿等等 严重的破坏 这令西藏人难以接受的 应该是中国为了维稳而消灭差异 对佛教徒进行宗教破坏 还强迫西藏人民要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强迫西藏人应该要攻击他心中的 观世音菩萨大妈尊者 消灭藏语文 实施民族同化 还有当西藏人表达不满的时候 上街抗议的时候 这些都叫做恐怖分子 都叫做分裂主义 那军警是可以任意开枪 殴打 杀害 这些原因 刚才说的这些原因 在08年3月 因为中共的强力镇压 所以变得更明显 3月这种抗议扩及整个西藏 大概有500多个抗议事件 有几百个西藏人被活活打死 有5000个西藏人被捕 大概有1000多个人失踪 当你的家里西藏人的家里 被搜出来有达尔妈的相片的时候 那中共军警就会 就是要你把脚踩在达尔妈的相片上 侮辱你的上师 侮辱你的观世音菩萨 你不踩是吗 就用铁棍打你的脚 让你的脚一定要踩上去 有很多西藏人是不屈服的 脚活活被打断 或者是牺牲了生命 西藏人没有屈服 西藏人还是继续抗争反抗 越演越烈 因为中共的镇压 逼得西藏人超越了佛教徒的界限 让西藏人没有做人的尊严 所以无路可走的西藏人能怎么办 达尔妈一再教导他的子民 达尔妈说我们都是人类七十亿 七十亿人类之一 我们都是人类的兄弟姐妹 我们是人类有一体性 所以面对人类的兄弟姐妹 西藏人怎么可能去伤害别人呢 你要知道西藏佛教的宗旨是利益他人 他利益他人 他怎么可能去伤害他人 所以他只能够点燃自己的身躯 化作佛前的供灯 来表示 要维护自己的信仰和尊严 那我们看到流出来的录像 有一些自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一些军警一边灭火 一边就是殴打踩踏那个自焚者 那被军警抢救回来抓到的这些自焚者 送到医院就说要医疗你 那手烧伤 锯掉 锯掉 脚烫伤 锯掉 锯掉 就活生生的人质嘛 没有手没有脚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西藏人 在旁边看到有同胞在自焚的时候 西藏人民是不去救的 救下来让中共军警 这样子借医疗的名义来伤害他的身体更惨 所以西藏人就抛哈达 表示对他的尊敬 这些自焚藏人 一百五十九六十位 他们表示了我是为宗教 为了信仰 为了尊严而自焚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恨